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已经在国际大赛中展露头角 取得了可圈可点的佳绩 孙颖莎是今年日本公开赛女单冠军 和中国公开赛的女单亚军 随后在亚洲青少年锦标赛中 孙颖莎更是狂揽四斤 成为新生代的小魔王 王曼玉在刚刚结束的澳大利亚公开赛中 表现抢眼 女单女双两项都成功进入决赛 2000年出生的盟主青 在今年的亚青赛中也有不错发挥 夺得了男团 男单以及混双三项冠军 这次T2亚太乒乓球联赛 采用24分钟限时赛制 即每场比赛都限时24分钟 选手们需要在这24分钟内 尽可能获得更多的球 那除了赛制吸引之外 T2联赛的球台也是特殊定制 它没有了双打的中线 这对于看久了正规比赛的观众来说 确实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除了单大比赛外 T2联赛还设有混合团体赛 队员则是由各队的队长挑选来进行左队 三个中国选手 王曼玉 孙以莎和王楚清 分别是进入了佩尔森 江家良和罗斯科夫 三位队长的会下 第二轮第一场在江家良队和罗斯科夫队之间展开 前两盘江家良战队的 艾克霍姆和萨姆索诺夫 均以3比2战胜罗斯科夫战队的萨玛拉和奥乔洛夫 以6比4微弱领先 在第三盘中 江家良战队派出具有小魔王之称的中国选手孙以莎 对战匈牙利选手波塔 17岁的孙以莎也没有让队长和队友失望 以4比1轻取波塔 将两队的比分拉大到10比5 第四盘和第五盘中 庄志渊0比4不敌金克霍尔 田志希与阵营近2比2平 两队的比分变为12比11 第六盘是来自江家良战队的日本选手张本智和 罗斯科战队的中国选手王楚清 两位新生代小将之间较量 比赛中张本智和迅速进入到状态表现出色 最后以4比1战胜了中国选手王楚清 帮助江家良战队拿下本赛季T2连赛中的首胜 而晚上的比赛中 梅子战队以21比8大胜佩尔森战队 第二轮的比赛进入到第二个比赛日 首先是在佩尔森队和江家良战队展开 前4盘的局势可以说是10分胶着 佩尔森战队以10比9的比分领先江家良战队1分 第五盘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对战孙以沙 两人在赛场上打得有来有回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对决 最后在24分钟定时赛之内 王曼玉3比2险胜孙以沙 获得胜利为佩尔森战队拿下一分 而在第六盘中 周诗赫力压张本志和 以4比1的大比分取得胜利 最后佩尔森战队以17比12战胜江家良战队 晚上7点的比赛 在罗斯科夫和梅兹战队之间进行 梅兹战队在第一天的比赛中 以21比8的战绩大胜佩尔森战队 但是这场比赛并没有前一天的那么顺利 第一盘 罗斯科夫派出阿乔洛夫率先出战 他以3比1战胜了梅兹战队的陈建安 但是梅兹战队的早天希娜 很快以3比1还以颜色 击败波塔 两队的比分4比4占平 第三场 梅兹战队的18耶夫3比1战胜金科霍尔 但是第四场又被罗斯科夫战队的萨玛拉3比1战胜冯天威 将比分再次扳平 比赛来到第五盘 罗斯科夫战队的王楚清对战梅兹战队的波尔 16岁的中国选手王楚清 上场就以11比8和11比10直落两局 但经验老道的德国选手波尔 随后就以11比5扳回一局 刷座休息后 王楚清以11比6再下一局 但是状态没有延续 在第五局中的强母大战中 没有得到一分 但最终王楚清还是以3比2战胜了波尔 为罗斯科夫战队赢得一分 不过第六盘中 罗斯科夫战队的阵营近1比3 不敌梅兹战队的两下赢 最终梅兹战队以13比12 显胜罗斯科夫战队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终于为他的团队建立了功劳 也非常恭喜罗斯 目前梅兹战队在团队积分榜的第一位 随后一次是佩尔森战队 江家梁战队和罗斯科夫战队 个人排名方面 目前男子积分榜第一的是 十八耶夫 孙颖沙暂居女子积分榜首位 敬请期待后面的比赛赛事